农田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垂直黑洞里 竟蕴藏着浩瀚空间 你敢相信吗 受到粉丝邀请 我们来到了湖北大山深处 决定深入此洞一窥端泥 寻找传说中的石膏原矿晶体 一度百年前民间消亡 用锄头挖出来的地下宫殿 据说以前有人搭梯子下去 在下面发现了大量的嘈嚣遗迹 就这个下面藏着一个地下独身 我们今天就再去看一下 做了双点保护站 我们看一下这下面 哇塞 深不可测 这个风洞据说在季节变换的时候 有很大的风吹出来 所以这个坑边它的落叶都非常的少 好了 我们下降吧 经过40米的沉降 我们现在到达底部 50米的沉寺就剩了这么一点 这个应该就是老人说的风洞的洞口 可以看到这里面也冒很大的热气出来 然后再来啊 头齿稳落感觉一点 这前面动到很扁一下 怎么得这样缩着前进呢 下面好大的洞窗 继续前进 这里又是一个断崖 这里也需要布成 这里有向下的洞道 然后有横着过去的洞道 那边有一个裂缝 来扔个石头看一下 又是多米 做了一个保护站 然后辅助向阳下那个小杜 继续前进吧 走出发 怎么 拿我回水 快快快 向阳你拿我回水 哈哈哈 我提醒你个肥啊 呦呦呦 哈哈 我来看 什么东西 里面全开的是吧 你看 大欧小基地吗 我来看 这里有个保抗 我来看 这个洞起码 我要去担心 这全是开凿的痕迹 这里还有很轻的变物块 看这个好大一个穹顶 里面全能够抠过的痕迹 这抠成一个天生桥了 看一下这上面 这是这是叠坛吧 这是远古的一个叠坛 再被人开着过 好大的面积 在这里做了一个保护站 下这个叠坛 这里本来是有台阶下去的 但这个叠坛很深的 差不多两三米 要掉下去了 划不上来 从这个上面下来了 看一下这个边石坝有多深 它可能是以前这里有水啊 然后因为这个地质的变化 所以这个干枯了 这个边石坝就逐渐 风化 最后呢 这些傲销人就把边石坝上面能抠动的 全部抠走了 就形成了这种景象 然后下面好像是地下暗河 最上面那个小点点就是向阳 中间是刨哥 这里能看出这叠坛了吧 很多乱石坝 咱们这样下来 在这里呢 发现了一个小门洞 这个门洞是人可以进去的 而且里面看着很深邃 咱们进去看一下 我的转 我倒退 你的转力很强是不是 十颗囊 十颗囊 十颗囊就这样子 哇靠 十颗囊 这里面挺大的 还挺漂亮 咱们先来看一下 从这里钻进来 这里面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 咱们过去看一下 这里进去 进去 啊进去生的狠 天呐 这里有望过去 一眼望不到头 而且这上面有很多字 是什么 蝶儿啊蝶生儿 好 咱们继续前进 刘燕青 1988年 来此地 老前辈什么 这里分成了上下几层 现在我们走出下层 这样过去 空间变得很大了 看这个石壁上面 全是亮闪闪的 这里面人完全可以站起来了 好多石膏啊 特别多的石膏 还记得我们刚刚布神的位置吗 就在这个楼上 这个鼠臂上面 现在我进到这里面 这里呢 再也没有了 其他动作 在这里发现了什么 石膏啊 这是石膏 看到没 看到没 泛着绿营的光 这种就是石膏 有口销有口石膏 好 太美了 太美了 这上面也是 这些整团都是石膏 一个巨大的石膏结晶体 这边达到了冰州石的程度吧 全是绿色的 全是绿色的 好臭好臭 这机子太漂亮了 从这里面测回来了 这时候回到了这个小卡门这里 靠哥在外面 等我们啊 过去看一下 你看后面还有冬道吗 有啊 深得很 还深得很 等于说我们这时候就是 走到了我们刚刚来的这个冬道的下方 下一场 他这个冬天是人挖出来的 对 他也当初挖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底下有 这底下还深得很 还深得很 这底下 你以前深得都跑出来一个地方 哦 那有个天生桥 好 继续前进 干枯了他小卡 大洞厅 这个熬销的基地啊 嗯 里面好干燥啊 看哪里 上面有个铁棒 有什么 哪里啊 哇真的哟 插了他们干什么 插了一个钢签 这人怎么上去的 这里怎么要消灭 那上面有根铁棒子 全部是挖下来的 一层一层挖下来的 对 哦这个壮观 我的天哪 看这个页面上 那左手边这个冬道 究竟又通向河方 咱们继续过去看一下 这里面 常人是进不来的 嘿 这有蜘蛛啊 嗯 哇 哇 这里给封住了把冬道 封住了 哇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这颜色很奇怪啊 哦这个很奇怪的 全是石葡萄 一层一层的成绩 你们怕无法 怕无法我一下把它唤醒 哇好奇怪 真的好奇怪 好像榴莲啊 像湿鳖虫 像湿鳖虫成堆 全是这样子的 湿鳖子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冬道就全部探明了 那根钢签啊 特别的神秘 这里面的说的 白骨堆 我们也没看见 有可能是被这个 硝土城给埋造了 探完了这个下面呢 我们这时候就原路返回了 沿着这个 人工开刀过的鞭石坝 一直向上走 那本期视频呢 拍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米的风景 带你体验 不一样的探索之旅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拜拜